嗨,大家好,我是Eleven,小二财威,欢迎大家来到我的频道 想和大家玩主机游戏的时候,还想录制自己的游戏内容,或者是直播自己的游戏内容 比如任天堂的Switch游戏,可是Switch内的录制功能只能支持30秒,并且无法在线直播 于是你需要一个外接设备,就是采集卡 我入手的采集卡Razor Ripsaw,中文名是雷蛇巨尘年 本期视频我想中文分享开箱和一步一步设置这款采集卡的录制,并直播Switch游戏 非常简单,即差即用包胶包毁,让我们开始吧 官方说此视频采集卡为4K游戏提供60帧秒下的1080p全高清画面录制 可电脑游戏也可主机游戏,并且支持主流直播软件OBS等 我坐标澳大利亚本采集卡含税价格270澳元,只和软妹比不到1300元 现在开始开箱,打开盒子铺入眼帘的是雷蛇的信 雷蛇产品都会有信,磨砂质感摸起来很爽 有一个黑色的纸盒,打开黑色纸盒蛮好可以看到三根线 一根是英雷Razor logo的一端Type-C接口,一端USB接口,我们命名为A线 一根是克了Razor logo,两端是HDMI接口,我们命名为B线 一根是没有英雷Razor logo的两端都是Audio音频接口 这根线与本期视频无关,所以无名 拿起采集卡非常轻巧,黑色的外观看起来很爽 可以看到采集卡的一侧有三个插槽,两个插槽是输入口和输出口 看这些接口显而易见都是适配HDMI的 另外一个插槽是Type-C插槽 反转另外一面有个估计连接好会亮的灯,还有耳机和麦克风插口 废话不多说,现在咱们开始来设置 第一步现在拿出Switch 第一步现在拿出Switch,打开支撑游戏机的盒子后盖 请使用Switch自带的HDMI连接线 一端连在Switch后盖下的HDMI插口内 另一端连在带有IN输入口插槽的雷蛇采集卡的一边 第二步我们把采集卡自带两根连接线A和连接线B连接好 拿出连接线A,把有Type-C接口一端连接在采集卡的Type-C插槽内 拿出连接线B,把这一HDMI接口连在带有OUT输出口的插槽的雷蛇采集卡一边 第三步,把连接线B为连接的HDMI接口端连在独立显示屏的HDMI接口上 请注意不是你电脑的显示屏,是一个独立的显示屏 第四步,把连接线A的一端USB接口连在电脑USB3.0插口内 插好后电脑会提示你下载Razer Synapse软件 没有提示请搜索下载 此软件是雷蛇硬件适配工具,可以调节各项指数迎合自己的习惯 第五步,打开直播工具OBS进行视频和音频设置 视频,根据雷蛇软件已经提示适配Switch游戏设置 1920x1080为分辨率60WFPS 音频,如果要听到Switch游戏的声音的同时可以听到电脑里的声音 把OBS音频提取改成采集卡 电脑音频提取也改成采集卡 关于麦克风,可以将麦克风连在采集卡的麦克风口上 也可以连在电脑上 我这里是连在电脑上,所以没有采集卡的选项 回到主界面,添加场景,设置视频采集设备 右键点击视频采集设备进行调试 这时你可以把你的耳机插口插到采集卡的耳机插孔里 听游戏音乐和电脑里的声音 点击预览,看采集卡是否成功采集游戏声音和游戏画面 如果你想直播你的Switch游戏,收入从平台直播软件里获取的地址和推流码即可 然后点击开始直播 大功告成,不错吧